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洲及法国的计算机视觉和机器人重大项目 他参与开发的圆桌系统 微软以于2007年10月作为正式产品 由比尔盖茨推出 他发明的视频回声抵消技术 解决了用于远程交互的摄像机投影仪系统中固有的问题 他主持研发的多传感器音频增强技术 显著改善音频质量和语音识别率 他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发明了平板摄像机标定法 在全世界被普遍采用 并以他的姓氏命名为张氏标定法 写入计算机教科书 同时他在Seagraph等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刊物上 发表论文100来篇 并出版多本专著 是机器视觉领域绝对的大牛 那么今天张老师将给我们带来的演讲主题是AI和数字内容生成 下面我们有请张老师给我们带来这次演讲 谢谢张老师 谢谢熊老师 也谢谢王明的这个介绍 呃 牵线 好 那我就开始吧 好 呃 谢谢 大家好 呃 今天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分享一下 呃 我在这个 人工智能以及 呃 数字内容生成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同时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呃 人工智能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想大家已经听到很多 呃 但是事实上 我想说的是人工智能没有那么 呃 神奇啊 呃 先给大家提提提现一下 没那么神奇的问题 呃 但是呢 也确实很有用 呃 这 刚才熊老师介绍了一下我的经历 所以我现在也稍微 诶 诶 想意 对 我稍微也介绍一下我自己 呃 我是浙江了 呃 1985年呢 是从浙江大学 呃 毕业的 呃 那是人用的机器 你们可能听都没听过 呃 用的是人用叫PDP10 这样这个 大型机器 动作是还是要用弹卡片的 连那个 那个 放开式是连键盘都没有的 都必须要用弹卡 才能跟机器交互 呃 这里我想提一下就是 呃 由于历史的原因啊 我这个 呃 在大学的时候 能够学 学好这个浙江普通话 结果还没有学好呢 我就是去了法国 所以大学毕业以后呢 就是去了那个 那个法国 法国这个 这个机身机自动化研究院 就类似于中国这个 这个科学院 呃 呃 学校机器 呃 我在法国呢 工作了大概11年 然后呢 是96年底 97年呢 呃 呃 我去了日本 在日本来 呃 一年 那时候 呃 我呃 就是主要是 从事三维 第七视觉吧 但是去日本以后 我就是 稍微转型了一下 呃 就是开始 用人工神经网络 呃 人工神经网络 就是就是现在所谓的 深度 呃 深度学习的这个 这个技术 那时候我开发了 世界上第一个 及人工神经网络的 人员表情识别 系统 然后呢 97年 呃 97年结束以后 然后呢 98年 呃 我就加入了美国的 微软研究院 呃 呃 在微软了20年 呃 那时候跟王阿民 王阿民是在北京 所以我们有很多这个合作 呃 那时候也是 我第一个项目 就刚才提到的这个摄像机 是平白标电话 呃 这个系列 人家都是 呃 叫做张式标电话 呃 当然我还参与了很多项目 这20年里面参 参与了很多项目 呃 包括了那个 kinect 深度传感器 呃 还有那个远程呈现 那个机器人 Telepresence 呃 还有那个三维数字能 等项目 然后呢 2018年年年初 三月份 呃 我回到国内了 就是到深圳 呃 呃 加盟的那个 那个腾讯 呃 现在我输载了 腾讯的这个呃 呃 机器人实验室 罗伯特斯的X 和那个 那个 A-Line 呃 呃 这是我一个 呃 简单的一个 情况 呃 所以我 从事人工智能 算起来应该是 那个 那个 大学毕业就开始了 所以已经有三十多年的 这个 呃 从事人工智能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经验 呃 好 那下面呢 就是讲一下 人工智能的过去 现实 开始的时候 呃 是 大家都以为是 比较简单的事情 就是写一些规则 把人脑子里面 一些想法 把它写成一些 衣服这样子类的 东西 呃 就以为就可以 呃 做一些推理 就能够解决问题 呃 后面发现这个 是没有成功 然后呢 一直到 一直到那个 这个 IBM 机器 比较 就是 算力比较强了以后 这个一种 规则搜索的时候 开始慢慢慢慢 呃 成熟了 到最后 比较成功的案例 就是 那个 Deep Blue 就是 呃 跟那个 呃 搞得报复 下 国际向器 呃 机器 机 机器 赢了 对吧 嗯 那时候呢 开始大家可能有一定 一定的兴趣 但是后面发现 还是不够 所以呢 又开始进入第二轮的 这个 冬天 那么 这个 这个 进入到2000年 呃 因为互联网 呃 这个发展 还有很多这个数据的积累 可以 算力的增加 呃 所谓的这个AVC A是这个算法 B是Big Data 大数据 那 C是算力 呃 这样的话 就是进入到一个 其实我们 呃 我们 大家都认为这个人工智能 就是这个深度学习 呃 其实人工智能比深度学习 要广得多 但是呢 其实大家都认为这个深度学习 是 代替了人工智能 这个 就是一种错觉 但是呢 深度学习 确实 可以 人工智能 带来了一个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台阶 而且呢 很多东西呢 都已经开始 呃 变得实用 比方说 在手机上 我们现在都可以用 语音来做 搜索啊 呃 理解 然后呢 在呃 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工作 就是 AlphaGo 就是DeepMind的那个 呃 AlphaGo 它是用 呃 强大的这个 这个算力 还有一些新的算法 还有大量的仿真的数据 呃 到最后 实现了 就是 打败人类最顶心 最顶尖的这个 呃 这个 围棋的选手 这个呢 就是 这个和 刚才 提到的 迪克波路不一样 迪克波路呢 因为它的 收入空间 比较低 比较小 所以 它可以完全是 通过 这个 这个 Exositive 就是 Exositive 就是 呃 就是 把所有的空间 都收入一遍 那么 在围棋里面 是不可能的 有可能设数一点 因为这个 这个 索要的 机身量太大 所以这里面还是有一些 那个比较 深的一些 算法在里面 但是呢 呃 显然现在已经 人类已经 呃 不可能已经 已经 已经成绩了 尽管不是 经过那个 那个 那个 Exositive Search 那么 下一步呢 会怎么样呢 啊 因为现在 刚才讲的就是 大家都认为这个 Deep Learning 就是 就代表了一切 但事实上 这个 Deep Learning 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就是因为现在 就是以数据的驱动 在很多领域里面 数据没有那么多 所以后面的话 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而且呢 要把那些 情感啊 能及这个 交互 社交啊 呃 还有学习 不断的学习 这些东西呢 这个要放进去 所以人工智能 还是有 很大的 这个发展情景的 下面呢 呃 就提一下 人工智能 呃 我 我不是挺清楚 大家的这个背景哈 呃 是一个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人工智能 是一个非常 呃 前沿的综合学科 他包括 刚才讲的这个 基地提科学 但是呢 呃 也从那个老神经里面 学到了很多东西 其他那个深度学习 其实是 从老神经学里面 一种一种借鉴 然后用到一个统计学 还有数位科学 那么目标呢 他只要去做一些我们人类 经常要去做的事情 比方识别一个物体 对一些 任务 需要有一些认识 有些insight 然后做一些分析和决策 呃 他包括了 呃 很多层次 从最底层的话 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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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和那个 那个 那个 就是computing 还有 应接计算机大数据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 一些算法 其他学习深入的诠释 然后在第三层呢 就是各个技术方向 呃 比方是直辆机视觉啊 运营处理啊 智能运营处理啊 规划决策 然后最下面的话 就具体一些技术 在直辆机视觉里面 有图像识别 视频识别 图像力竭 呃 语音里面同样的 识别理解 合成 呃 这方面 到最后呢 那就是 这具体的行业的应用 所以金融上面 医疗啊 安防啊 呃 各种各样的 识别的应用 然后呢 可以看到 呃 这个 人工智能 是从目前 呃 感知层面 就从那个数据 然后得到一些 insight 呃 这个更多是感知层面 到后面呢 需要更深的去理解 推理思考 到最后 我们需要做更好的决策和交互 这后面的话 目前还是非常 非常 这个低级的浅层的一个工作 呃 我们不需要很多的数学 我今天日期中没有什么数学工资 嘛 就是先要讲一个监督学习的概念 这样我们下次请人家讲 这个低学习也可以去跟人家讲讲 这个叫监督学习 某一个样本 那么 x 比方这一张照片 上面我说是 这个 这个 一条狗 然后呢 另外一张照片呢 我可以说是 一只猫 嗯 然后另外一张照片呢 又是狗 另外一张照片又是狗 然后一猫啊 这个 动物 不同样的东西 然后呢 所谓的监督学习 就是要去学习一个模型 我的模型我用F来表示 他们呢 是把这个数据 就是一张照片 去 呃 Map 映射 映射就是说 呃 就是通路计算之道 这个应该是Y 啊 所以让我一看 右边 这个Diagram 就是输入数据 经过模型 它应该预测出这个数据 比如说张照片 是什么标签 比方说 这个标签 它预测出来 是一只猫 但事实上 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有标签的数据是狗 那么 显然它有很大的误差 那么这误差呢 就反挥回去 回到那个模型上面 去调整模型的参数 那么 经过 很多数据的训练以后 呃 这个有可能这个XRi 出来的标签 是一只狗 而对这个XRi的这个标签 YRi来 也是 这个 那就很好了 然后下面一个数据呢 可能 又是错误的 对吧 它就是数据希望 就通过这个 不断的反馈 模型的更新 这个 错误的这个 预测标签越来越少 到最后 就去稳定 这样做的话 通过这个就是监督学习 你得到一个模型 这就是这个积极学习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一个 基本的方法 那么 传统的积极学习呢 就是通过数据里面 拿到数据以后 一张照片以后 会经过很多 人工的设计 比方说 预处理啊 特征提取啊 特征这个选择之类的 到最后走 我做一个分类 到底是 狗啊 猫啊 牛啊 之类的 这个是传统的积极学习 但生物学习呢 它说说 我不需要去做一些 这些人工的特征表达 我直接 加了很多复杂的 这个叫银行层 对啊 这Hidden layer 里面有很多 这个神经元 然后到最后输出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预测的这个 这个标签 它就是通过 很大的一个模型 有很多层 所以叫深度学习 所以这个好处呢 就是说 不需要取人工设计 这些特征啊 提取 之类的 但是呢 因为这个模型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很多层 而且需要很多参数 所以也就说明了 需要很多数据 才能把这个模型学好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深度学习 只能到现在 才能获得成功 其实这个想法 二三十年前 二十年前就已经有了 但是那时候的数据不够 那时候的计算算力不够 那么现在因为互联网的发展 我们设计到很多数据 比方是能力的数据 或者是动物的数据 或者是桌子的数据 之类 所以可以 这个深度学习 获得很大的成功 然后呢 经济学习还有一些概念 这个也给大家提一下 刚才我前面一页 讲的比较具体的 就是这个监督学习 就输入有标签的 然后呢 还有呢 强化学习 强化学习就是类似于 我们人类的学习 就是你住的好 我给你奖励 你住的不好 我给你这个 这个承访 给你一些判断 就是 这个就是强化学习 然后还有那个无监督学习 无监督学习就是说 我没标签 但是希望从一大堆数据里面 找到有些类似的特性 比方说 这里面举个例子 比方说 这个什么都蔬菜里面 我能不能把 这个绿色的 这个水果啊 或者这个分类出来 红的 黄的之类的 分类 这是剧烈问题 这个是深度学习 是比较 比较 从算法上看 是比较 历史就是已经慢悠久了 只不过以前没有办法 发挥出作用 现在已经发挥出作用 然后比较相对的一点 比较新的一个算法 叫做生存式的对抗网络 它的英文解写叫 就是Generative Adversary Networks 它这个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 不建筑学习 不建筑学习 它里面呢 有两个模块 一个叫模块 叫生存模型 另外一个模型 叫 叫判斗模型 它两个模型呢 互相之间的 博异 然后到最后学习 产生出相当好的一个输出 这个可以看看 右边那个Diogram 右边Diogram就是说 我输入一个随机的一个矢量 就是比方说 这个 124维的一个矢量 比方说 然后呢 通过这个模型 它产生出一个样本出来 然后呢 事实上 我还有很多样本 真实的样本 就是物理世界里面 得到的真实样本 我希望 这个生存模型 产生的样本 能够和真实的样本相逼美 到最后 我不能区分 到底生存的这个样本是什么 是真实的 这是我的目标 这样的话 我可以用生存的模型 去产生很多 这个虚拟的数据 而且这些虚拟的数据 是和真实世界里面得到的图像 我这里用图像 其实它们也是可以的 语音啊 歌曲啊 之类的 我们也可以提到 其实得到这样的数据 也是可以的 那么第二个模型呢 就要区分 到底生存的这个样本 是不是和真实样本 是不是很接近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判别模型 这个也是需要学习 到最后判别的 就是说 是真的还是假的 在理想当中的下面 生存的模型 生存的样本 我的判别模型 都不能区分之增加 那么是最理想的 所以这里面呢 就是有两个模型更新 一个是对生存模型的更新 还有一个是对判别模型的更新 这个是相对来讲 要比较新的 这个2006年 才开始提出这样的模型 大家花了很多精力 而且确实得到 比较好的结果 后续我也会提到 这个方法 得到这些结果 下面呢 有几个数据内容 有几个数据内容 生存的一些例子 像这个的话 就是我原来已经设计了 很多这个比方说 这个bedroom 房间的这个 这个照片 然后呢 通过学习以后 利用这个GAN的方法 就产生了这些新的照片 这些新的照片 都不是 它们没有在这个数据库里面 都是新的照片 就是生存的照片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生存的照片 几乎你不觉得是生存的 只是和真实的这个图像 是一致的 这是一个例子 那么第二个例子 可能就觉得 比较兴起了 比方说我学了一个 一个模型 是男人戴着眼镜的 还有男人不戴眼镜的 我可以学习 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 是吧 那么我学了以后呢 通过两个模型 一个是人类戴着眼镜 一个是男人戴着眼镜 男人不戴眼镜 我就知道 这个戴眼镜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那么我就可以把 学到这个戴眼镜 这样的一个模型 加到那些 不戴眼镜的 这个女人的能力方面 我就可以产生了 这个戴眼镜的 这个女人 所以这个也是 比较兴起了 人家确实这个效果 当你数据之够多 训练得好的话 这个你可以很难区分到底 这个戴眼镜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下面呢 还有一些就是说 比方说这个 这个 另外一些 这种上的视频比较好 那左边这个 是是真实的一个视频 真实的一个视频 但是呢 那我们呢 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机器学习 把这个 左边的真实视频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图像 召唤成另外一种风格 风格 就是像这种卡通的形式 这个就是 我相当于是 我输入 刚才讲的 X 是那个 这个 真实的这个 图像 XYZ 对吧 然后呢 输出呢 是一种风格化的 卡通形象 而且这个可以实时的得到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所以呢 比如我们需要 不同风格 我们可以学不同的模型 然后呢 同样的 一旦你学好这个模型以后 你可以应用到 很多各样的视频方面 然后这里面 然后这里面 比较 嗯 难的一点就是说 你当你一张照片的话 你可是可以说 把这张照片 转换成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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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糕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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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一张视频以后 你就要考虑视频的前后真 啊 是必须要有一个连续性的 嗯 像这些东西必须要考虑 嗯 嗯 还有一个做的比较 嗯 我觉得这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嗯 是那个敦煌古笔画的这个复原 嗯 我不知道 嗯 同学有没有去过敦煌啊 敦煌是有很多笔画 嗯 笔画其实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还听到他们介绍 是那个 可能是三十年代吧 三十年代 嗯 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还被那个 那个 苏联那边 就是俄罗斯那边的人 用了 嗯 所以那些 到最后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敦煌的石库变成是 关那个 关那个 那个 俘虏的这个地方 那么人家也可以是 做烧饭啊 什么之类的 都在里面 对这个 敦煌的古笔画 嗯 破坏很大 那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那些 那些 呃有很多这个 这个美工啊 花了很多时间 去修复 这些 这些 呃 笔画 比方是银熏的地方啊 还有是破损的地方 要去恢复出来 嗯 可以像比方说 举个例子是 是中间那个 是原来的这个 笔画 嗯 然后呢 这个美工花了很多 时间 可能只要花 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恢复出 右边这样的一个 但是呢 我们现在就是说 也通过 他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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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的一些积累 因为他们做了 还做了很多工作 这些工作呢 可以把它 用窗户的利用起来 然后再用一个 天然不资助的送出模型 和送出函数呢 就可以得到自动的修复 所以现在呢 能够一秒钟 一幅里面就要花一秒钟 就能够生成类似于 呃 右边这样的一个图 当然美工还可以继续在这个 这个图上面 呃 对模式地方 包括满意的地方 你可以继续的去去修 对吧 但是总的 可以说 花的时间就会大大减少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工作呢 就是要看图书画 呃 这个这个呃 这个视频 呃 很遗憾 没有声音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加这个视频的时候 声音就要了 但是那下面你可以看到下面 写的一些 这个这个字 就是说 看了张图 他就能够 把这个图里面的这个韩语 就是用文字给拿出来 然后这视频呢 事实上把它转换成一 一个rap一样的这个 这个唱歌的形式 但是大家听不到 我自己也在这边 这张图书 你看看刚才看到建筑啊 一个女孩子穿着这白色的衣服啊 啊 原形的建筑 就是在海边骑自行车 之类 啊 这个是叫看图书画 把这些几个照片 自动的生成一个很有意思的 一个新的表述方式 哎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张老师 刚刚是有人进来没有静音 好的 这刚才讲的就是看图书画 但是看图书画 这里面呢 其实还可以 这个技术 有很多 有很多技术呢 是可以用到其他地方 比方说我假如对这个图 或者对一个视频 能够有理解的话 哎 我就可以把里面的内容 换成 语音 对吧 那就可以帮助这个 有 视障的用户呢 看到图片 他们看不见 这个 这个 或者是我们这个 视力很差的 这个 这个用户 我们可以 利用 集团器视觉的能力 把它 用语音的形式描述出来 比方说 你去 找一个 一个忙人 你戴着这样子 一个 头盔 头盔上面有 摄像头的话 那你可以告诉他 前面有没有障碍物啊 有没有这个 是不是 一个 一条路啊 桥啊 得踢啊 你就可以把这个 看到的内容 转换成 一个 呃 一个 这里面讲的 指示障的能力 等等 他有一些 帮助 这个技术呢 也 得到了一个 比这个第一名 而且呢 在联合国 这个 这个 联合国 一个项目里面 也获奖 所以 激人机视觉 还有就是 其他地方 都可以帮助到 这个 应该怎么讲 就是 弱势的群体 然后下面一个呢 就是 一个叫三论的虚拟论 这个虚拟论 就是希望 老师同步 把 激人机视觉 语音工程 智能语言 各种能力 整合成一个 虚拟人的 场景形式 然后赴能 其他场景 包括了 比方说 这个虚拟偶像啊 虚拟主持人啊 智能助手啊 儿童啊 老年陪伴之类 这个 可以看一下 我会想到 I'm Siren and I'm a digital human I was created by an international team of artists and engineers who wanted to challenge our ideas of what a synthetic human could be I've got state of the art real time graphics and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detail in my eyes skin and hair cool right but I'm more than just a collection of fancy pixels I'm actually being driven by a real human actress and her dynamic motion capture through unreal engine s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come meet me at the vicon booth and see for yourself 就是 像这样一个 很真实的一个虚拟人啊 呃 是 现在能够做到的 但是呢 需要花很多时间 建立这样一个模型 这个花了几个月 建立这样一个模型 然后呢 在驱动的时候呢 呃 是用一个 一个戴着头盔的 一个 一个模型 capture 然后呢 另外一个人 呃 他的嘴型啊 眼神啊 各方面的都把它 铺住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个 正文铺住出来的信息 直接呢 就是 map到这个 数字能上 然后我们呢 也做了很多工作 就减少 这个 这个 三维建模的 这个工作量 啊 希望 就是 不是要每一个人 不要去花几个月的时间 呃 去建 所以现在有 很多进展 呃 这个后续我可以 以后可以 给大家介绍 呃 呃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些 像这种 唱歌都是虚拟的 都合成的 不是人唱的 然后讲的话 解说啊 舞蹈啊 都是 呃 合成的 所以 下面这首是 暴君小宝宝点的 别再问我 什么是disco 打开不应激 打开成天气 让你有态势 让其从不停 我要关于我 我要讨厌我 残满的联会 你不能知道 每到disco 你 对了又消息 假装人们 还是在一起 你能听到 我都现在 你能听到 像这个声音的话 就是 你出动一个歌曲 他出动了 就合成了 这样的一个歌曲 唱歌 下面呢 这个虚拟 应该是要 发发一小 风雨震 结束这个 王者荣耀 他就是通过 看这个视频 和里面的这个 各个 各个的 场景 然后呢 哪吒哥哥 也被我的队友击杀了 所以这里面呢 就包括了 这个对自根的理解 然后呢 智能语言的生存 然后呢 动作 那这里面还可以 跟那个 互动里面的智能语言理解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 简单的 介绍一些 就是 数字内容 生成的 这个一些工作 然后下面我快速的讲一下 其他一些应用 因为还有 还有 还有几分钟 对 还有十分钟 还有 可以就是讲 很多很多 这个内容 然后这里 给大家一个概念啊 比方说 在AI 在决策上面刚才提到了 围棋 这个 搜索空间 是10的 这个 一百七十二字号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你想做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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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提侯社区呢 是不可能的 所以 一个 很大的一个 突破就是 呃 谷博的这个 这个阿法国 啊 然后呢 腾讯呢 基于他们的工资质上 也开发了 一个 呃 呃 维棋机器人叫 决议 决议呢 决议呢 联系几年 我这里数据是比较老的 包括去年都是拿了这个 冠军 呃 然后现在呢 呃 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这个 这个专业培练 像现在的这个 这个 科技啊 其他 他们已经不会 平常训练的时候 不会是跟 呃 其他棋手去玩 因为 意思意思不是很大 所以他们都是要 希望跟 这个 这个 围棋机器人 去对当 看看里面有什么招数 他们以前不知道 呃 因为他们人类的这个 这个 这个招数他们都已经 基本上都知道 呃 他们希望这个 这个 这个 围棋机器人发现一些新的招数 然后呢 这个 我们还做了一些 呃 呃 对比方说 识管啊 知识障碍啊 之类的 塞查 然后还做了那个 智能行为镜 啊 智能行为镜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呃 那那现在呢 我们就是说 把这个行为镜这部分 中间的部分 换掉 换成一个 这个 双透明的 一半呢 折损到 这个 这个 人看的地方 另外一部分呢 光线呢 就折损到照明的摄像头上面 啊 那么摄像头拍摄下来的图像 就可以 做这个 这个AIA的处理 啊 这样就可以帮助 这个医生 在这个 呃 行为镜上面 增加效率 比方说 呃 有很多工作是需要 数那个细胞的 那你这个 人去数的话 那 你数数就可能就是忘记掉了 呃 这是很难的事情 呃 那你让这个 这个AIA去数这些细胞 很容易的事情 也可以就是 让AIA 把一些可疑的地方 挂出来 呃 那么医生就可以针对这些 可疑的地方 可以仔细的去观察 研究 呃 然后这里面的话 就可以 通过视频来去分析 到底 能有没有得那个 那个帕金森 呃 呃 这个可以分析 然后呢 还有呢 我们在那个农业上 也有 呃 一些应用 呃 去年参加了 一个国际比赛 呃 我们拿了这个亚军 呃 但是AIA2也是拿了冠军 呃 重的这个黄瓜 操骨人类专家 重的这个数量 呃 呃 全部都超过了 人类专家 这个 这个 种植的 今年日子比赛是 种那个小的西红丝 呃 都超过了人类这个 这个专家的这个水平 然后呢 人类 识别还有很多种应用 其中一个应用 就是找到 吃散的小孩 呃 这个小孩 找吃散的小孩 就是很难的 因为小孩的这个 人变化 也一也一两个月 或者几年以后 就是变化很大的 我们就是 开发了一个技术 能够是能量的那些特征 自动的找到能源特征 能够不随着时间的变化 呃 呃 不随着年龄的变化 呃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 找到一些 即使是五年十年 呃 呃 走私的小孩都能找到 嗯 这数据也是比较浪漫 呃 现在我们 不知道很清楚可能 想念撒千了 然后呢 这个 这下面呢 再讲一下 这个机器人方面的 这个应用 呃 就是 机器人大家 有些看到的是 电影里面 觉得这个机器人很厉害 啊 还有些呢 看到的是 工业应用里面 那个机器人是在固定的位置 呃 就是机械臂啊 在做装配 呃 那个叫 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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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的就是自主 就是这个环境里面 也不是固定的 呃 然后呢 随着环境的变化 或者是不确定性很强的时候 这个机器人需要自动的调整 规划 这个系统 然后去实现 你要完成的任务 然后这里面的话 然后这里面的话 因为我是呃 呃 回到国内 主要是最初是为了那个创建这个机器人实验室 所以呢 我就是呃 提出了这个叫A2G的里面 ABCDEFG呢 呃 它必须要能看能说能听 然后呢 B呢 是这个机器人本体 它是需要不同的本体 是能够完成不同的任务 呃 你要设计好 这个合适的最佳的本体 C是要控制 呃 还是回到刚才讲的那个 那个 那个监督学习 就是 预先设计好 就是你用这个监督学习 也是 学习到一种能力 当你环境变化 呃 或者数据增多的时候 它就不会 它不会自动学习 学习不像能一样 我们能从小孩生下来 就不断地通过跟环境的交互 不断地尝试 然后呢 无论是这个机械操作能力 或者是跟 人的这个 这个 这个受教能力 还是这个质地 呃 各方面呢 都得到很大的发展 这个就是发育学习 但机器人学的 离这个非常远 然后呢 这个一呢 是这个EQ 就是情感理解 女文化方面的 这个 因为机器人到最后 我们希望它是成为 人类社会的一部分 那么它必须要 理解 人类的感情 我们人也需要理解 这些机器人到底怎么样来 来交互回复 它有什么样的这个 理解 没有理解我们人的需求 所以这个EQ也是非常重要 然后EQ呢 是灵活 灵巧操控 flexible manipulation 因为呢 现在的机器人 最大的 就除了其他方面的话 从机械方面 最大的缺陷 就是缺乏像 人的舌子那样的 敏感 这个操作 尤其是我们的触觉能力 人的舌子这个触觉能力 非常强 现在的机器人 在这方面非常弱和 所以呢 它不能完成 我们希望 机器人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这个第一页 这方面需要 需要有很大的那个 进展 才能 使得机器人 真的变成实用 到最后呢 那个G 叫Guardian Angel 就是五天使 我们希望机器人 不光是它一个 单独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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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机器 但是呢 它需要 跟其他机器人 还有智能环境 一起 协作 然后呢 保护我们人类 为人类服务 这就是我的这个理想啊 从这个梦想就是 希望呢 就是说 机器人这个 往前突破以后 能够帮助我们 在 这个 中国社会老龄化的问题上 能够得到 缓解吧 不能解决 制造这个缓解 一些需求 还有呢 这个 在智能 智能制造方面 也需要 能够有所 有所进展 下面呢 就是给大家看一些 一些视频 这里面我提了几个 一个就是 刚才提到的 这个 围棋 决议的机器人 围棋 现在没有 机器人之前 那所谓的机器人 就是一个 软件 所以它 告诉你 需要下哪个棋 以后呢 你是自己要去 有个人 专门去 摆死的 我们希望机器人 自动的 它就去 这样子 就不需要 另外一个人去参与 这里面的话 就一个本体 还有那个 感知决策 控制的方面 都需要做 然后第二个呢 是冰上足球机器人 这个就是 人和机器人 可以在做 这个A-Hotty 这个对档 然后呢 那个机器隔绝 摩卡 它能够 识别环境 避障 能不能交互 下面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腾讯AI实验室 和机器人实验室 共同研发的 围棋AI 机器人 绝翼 目前担任 中国国家围棋队 训练专用AI 它有高速预算的大脑 精准定备的摄像头 眼睛 和能灵敏落子的 机械臂触控手 绝翼背后是 人工智能领域的 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等 前沿技术 能一秒模拟上半种 局面变化 一天对异数十万台 高质的检举 和与两天或更多人对异 这是腾讯机器人实验室 研发的桌上冰球机器人 它有敏锐的眼睛 利用高速摄像机 实时捕捉冰球所在位置 它有聪慧的大脑 用后台计算机 准确预测 冰球未来路线 并规划 机球路线 这个队的显示可以 在里面显示 就是说 这个机器人觉得 这个冰球的那个 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出现 那它可以提前 这一摩位置 就是准备好 然后击挡这个冰球 这是腾讯机器人实验室 与浙江大学 共同研发的机器狗 它有智能感知环境 它能够 THiC 在开阔空间时 它能自主规划最佳路线 那它再加上 同样的感觉 别人听到 遇到悬空物时 它能降低身体 匆匆区逼障前行 1115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维修屏幕 它这里面就是自动的去平衡 能够稍微浅至一阶段脑洞的话 它都能够维修 现在看到它的靠在地上 大家可以看到 它能够自动的冲尽透霉 heraus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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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实际的应用产品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张老师给我们带来 特别为美院学生定制的一场讲座 因为美院的学生很多都没有理工科的技术背景 对于这些事情的一个基本理解 可能比一般人有一些难度 所以我看到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生动的案例 特别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带来这场生动的讲座 那接下来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可能还有七分钟的提问的时间 我们请同学们如果有提问的 可以在那个群里面示意我 我来选择这个解除麦克风 让大家来提问可以吗 好 好,断笔 我希望能够出去以后 跟大家讲深度学习的时候 你们能够跟人家交流上 嗯 嗯 这个状况的一些特点 像这个建议学习 我讲的虽然比较浅 但是这个实质的内容我想应该都在里面 好,谢谢 好,我们有段炳东同学 段炳东同学请自己打开自己的麦好吗 喂,听到吗 听到了 好,张老师 啊,听到了 张老师你好,我这里有两个问题 有可能第一个是比较饥口的一个问题 您可以打开,丙冬您可以打开自己的视频 OK,好的 我看一下我稍微等好点解释 不要太乱了 嗯 好 OK 好,现在您看到了 好,您看到了 张老师你好,我有两个比较基础的问题 第一个呢,是关于这个A2G 因为那个我看您说的就是 就是机器人发展到最后 它是有可以达到教授和伴随人的一个作用 然后我就有个问题 就是如何平衡好机器人对人类的价值 以及人类与人类的价值 就人类对人类的价值 就这两个价值怎么平衡 这个就是很多人就是 尤其是在机器人开发的一些公司里面 他们为了可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或者是在电影里面 为了吸引人类的观众的一种 一种好奇或者恐惧感 这样才能更有意义 或者意义 就是更能够 这个票房价值更高 这会造成一些恐惧感 就是让大家觉得 这个机器人就会毁灭人类之类 这个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但是呢 至少从目前看的话 这个是离得还是很远的 所以我们不必去担心 我们需要担心的更多的 我们需要关心的更多的是 怎么样让这个机器人 为人类服务 所以 人和人肯定是 关系最重要的 对吧 但是那机器人 在有些情况下 是能够帮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同时呢 也帮助 就是 机器人和人之间的合作 比方说 我们现在中国社会老龄化呢 其实家长 我们父母 对吧 都是往往比较孤独的 我们因为工作的原因 可能离开得很远 然后呢 现在这个 这个 因为中国独生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那年轻人去做复工 这个 人会越来越少 当你这个社会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你怎么样来去 那老年人 得到基本的人的尊严 你看 有些人就是没得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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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这个 这个 但是我也这边提到就是 经过分析 现在的机器人 目前这 这 帮助人类的地方还差很远 尤其是那个 触觉和凌桥超线这方面 没有这方面的能力的话 机器人就是可能 帮助人类做有用的 这个一些物理论务 顶多是所谓对话 这种自能音响之类的一些功能 这个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为什么我回来就是说 希望能够在这个机器的硬件上 能够有比较大的突破 所以主要是讲究 我就从这方面去考虑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就是在那个 开发这个AI模型中 是先想好它具体的开发用途呢 还是这些用途是后期赋予的 目前更多的是 有的用途了以后 然后去开发这个技术 因为现在这个机器人 机器人或者能够知道 就是目前这个能力 更多的是 所以是这个监督学习 监督学习就是 你必须要有 这个多的这个输入和输出的这个标签 这样才能选择比较好的模型 那么这个的话 往往是针对某些应用 去设计这个数据 但是希望 希望就是 我刚才最后提到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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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通用人工字 希望能够 到最后能够 它自动的去学习更多东西 然后呢 这跟环境的交互中 这些系统的使用过程中 有些问题 它能够自动去学习 就相当于是 类似于强化学习的这些概念 比方说 成功了 也给它一个奖励 失败了 它能够自动的去学 学到哪些地方 它做的不够好的地方 去修备它的模型 所以目前没有 目前还有更多的是 针对特定的应用 去去进行的模型 那比方说像刚才讲的 我显示的这个这个 这个风格的转换 对吧 风格转换 那系列的话 你说我学一个 这个班高的 皮卡索的 对吧 你可以学这样的东西 当然慢慢慢慢的话 当你学到很多的以后 希望我们能够 建立一个比较通用的一个模型 它能够产生出 它自己的一些想法 这也是有可能的 这个像比方说 刚才也有个例子 就是唱歌的例子 唱歌的例子 那我这个 这个素质人 他的声音 是不是必须要 某一个特定能 非定能 对吧 到一定程度以后 我们可以设计出一个声音 是不同于任何人 同时呢 他那个 就是 唱歌 只能有 学到一定程度以后 他很容易地 就学到 因为 产生另外一种风格的 这个唱歌方法 这也是有可能 这个是一个 我目前更多的是 针对特定的 场景 特定的意义 嗯 好的 好 谢谢张老师 好 也谢谢张老师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的提问环节 也只能到此结束 然后张老师今天 其实给大家展现了一个 这个领域的一个全景 以及目前已经有了一些 比较典型的案例 那接下来 其实在创作营的进行当中 那同学们可能会 针对张老师 他提到的这些案例 做一些延伸的探索 那接下来我也希望 如果我们 在创作营的工程当中 有一些具体的问题 能够有机会继续向张老师您请教 没问题 好 很高兴 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好 也谢谢 谢谢张老师 我把大家的麦打开 大家跟张老师说 谢谢好吗 谢谢张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张老师 好 那我退出来了 好 好 张老师再见 再见 OK 拜拜